好,我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的一句话说 There are rare instances when justice almost ceases to be an abstract concept 他说在个别情况下 这个正义几乎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正义本来是个不可署名词 在有的时候它甚至不再是个抽象的概念 就像一个人一样 这是慢慢引出本文中这个故事 这个句型我们是复习 在十四课和二十七课两课书中讲过这个句型 就there are rare instances when翻译成occasually 就偶然的个别情况下 这个句型是老知识的 咱们学过 instant可以表示视力或者情况 在很少见的情况下 就个别情况下偶然地 咱们复习例子 这个例句咱们也讲过 there are rare instances when love turns to hatred 在个别情况下 爱会变成恨 一般来说爱就是爱 恨就是恨 但如果爱之深 有的时候得不到就变成恨之切 有的时候爱会变成恨 可以这么说 这是个别情况下 好 我们再复习跟它类似的句型 把那个rare去掉 there are instances when 就类似 there are times when 就相对sometimes 有时候 这个结构 有时候就不是个别情况下了 同样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复习27课 130页第6行最后到第8行 130页第6行最后到第8行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would willingly give everything we possess to save our lives if we might grudge paying a surgeon a high fee for offering us precisely this service 他说有时候啊 我们愿意放弃我们用的任何东西 来救我们的生命 但是呢 我们在了医院里边 当外科医生 给我们提供一样的服务的时候 我们却可能会练习支付他 这个高额诊费 有时候 there are times when 是这么一个情况 类似 there are instances when 也就是 sometimes 还有一个叫做 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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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 曾几何时 十四课咱们讲过的区情 也是there be 加上名词表示时间 这个因为是过去的事 一般用一般过去的事 就there was a time when 翻译成 once 曾几何时会怎么样 there was a time when 下面这句子出自十四课 就是66月的第一行 66月第一行 就是我们十四课第一句话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owners of shops and businesses in Chicago had to be learned some money to gains in return for protection 曾经啊 有了一段时间 芝加哥的那些商店 还有公司的老板们 不得不给歹徒们 抛大笔的钱 以换取所谓的保护 说当年曾经 有一段时期 是怎么样的 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there was a time when 翻译成 once 曾经 这三个剧情 做复习 本文中说 个别情况下怎么样呢 这个这个时候啊 这个正义 几乎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 这个不再是 cease 是个书面语 而且非常容易错 cease to do 和 cease doing 注意 它都相当于 stop doing 什么意思 不再做模式 停止做模式 它和我们家 to do 加doing 意思是一样的 但我们知道 stop 加to do 和doing 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特别容易错 很讨厌 我们看一些例子 that department has ceased to exist 这个部门 已经不再存在了 不复存在了 已经没有了 不再存在了 可以用它 再看 the factory has ceased making bicycles 这个工厂 已经不再生产自行车了 都说明这个行为呢 已经这个 这个这个停止了 已经停下来的 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用cease to do 还是用cease doing呢 意思尽管一样 但是我们在 使用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 有这么个小区别 cease to doing 一般这个doing 一般是 可以是正在 做的一个动作 可延续的一个动作 如果cease to do呢 to do后面的动词 一般表示一个状态 你像本文中 cease to be 必动词 表示一个状态 是吗 它是状态 刚才cease to exist 存在 它也是一个状态 而这个make 制造 是一个可延续的一个动作 所以指动作 用cease doing 指一个状态的静态词 咱们一般用cease to do 好一些 但意思 翻译成中文 都是停止或不在 这个注意 要注意翻译 但是stop doing 跟stop to do 就完全不一样了 stop doing 表示 不再做模式了 停止做模式了 stop to do 是停下手头的事 去做另外一件事 这完全不一样 这个特别讨厌 我们看一些例子 Please stop smoking Smoke really bothers me 拜托 请不要抽烟了 这烟味 让我很难受 让我很烦 这不要抽烟了 stop smoking 是停止做模式 但看这句话 I'm exhausted Let's stop to smoke 我说 哎呦 我还累死了 精疲力竭了 咱们歇会抽烟吧 Let's not stop to smoke 停下来 手头工作 去抽烟 你看这个搭配 就很容易搓了 这注意区分盖 我们再看一个谚语 注意别翻译错 看这句话怎么翻译 它就stop to smell the flowers 咱们看看 能不能翻译成 不要闻那些花了 不对 得翻译成 停下手头的事情 去闻一闻 花朵的芬芳 这为什么是个谚语呢 就是表示 驻足片刻 闻花香 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 繁忙的学习工作之余 也得注意 享受一下生活的美好 注意适当的 犒劳一下自己 自己有了动力了 在前进的 这个力量就更足了 而不能天 每天都是苦哈哈的 在学习 也在工作 比如我们现在 正在学习 新概念的第三册 尽管是个辛苦的事 但每天呢 要适当的欣赏一下美景 看看风景 听听音乐 搞个对象 谈谈恋爱 比如一天24个小时 咱们睡觉呢 睡4个小时 吃饭呢 吃5分钟 其他的时间 都用来学新概念 但中间我们抽出两分钟 谈谈恋爱 这也不错 驻足片刻不能太长 驻足片刻文化香 而且我们在文化香的同时呢 也可以来练习学英语嘛 比如说我们在 搞对象的时候 年轻人嘛 很正常 但是这个很多人搞对象呢 用的方式就挺无聊的 你在食堂里面备饭 我喂你一口 你喂我一口 这从时间就浪费了 其实咱们认为浪漫的事情呢 怎么去文化香 怎么度过这个浪漫时间呢 就是月色之下 牡丹花旁 哎呀 一男一女 这个妹妹 这情妹妹对情哥哥说了 就是 哎 亲爱的 你说说看 stop to do跟stop doing 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哥哥就刚学问性格念的说 在这里当然不一样了 stop doing是停着做某事 stop to do是停下来去做别的事 妹妹很高兴 嗯 说对了 讲了一下 亲一口 这多浪漫人 所以学性格念的同时 也要驻足片刻 文化香 注意 这个是不一样的 sees to do跟sees doing 跟stop 这个要去分开 不要搞混了 好 再回到剧中 后面还有一个形容词叫abstract 这是常见词了 就抽象的 就生活中没有 只存在脑子里边 我们再读一下 注意注意在前面 打上里面 abstract 再来一遍 abstract 叫抽象的 看例子吧 beauty itself is abstract 美本身是抽象的 这个美 生活不存在一个东西叫美 当然了 郭美美 那是名字 那两回事 美这个事 是不存在的 反译词就是concrete 或者solid 这个形容词 可以表示具体的 我们说solid 还可以表示固体的 实心的 concrete作为名词 时期和讲过 叫做混凝土的意思 作为形容词 叫具体的 比如说 a concrete example 或者a solid example 叫具体的例子 我们把这两个词 大声读一下 concrete concrete solid solid 这个可以同时记住 好 再回到这个段落中 后面下一句话说 reward or 先等会儿 我们再把这个句子 再造过句子 先复习一遍 要不然咱句子白讲了 那么在个别情况下 正义几乎不再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了 我们把这句型背变 在个别情况下 怎么说呢 there are rare incidences when 然后正义 justice 几乎 almost 不再 sease to be an abstract concept 好 咱们看能不能类似 造个句子 在有些情况下 爱国主义 不再是一个 空洞的口号了 不再是 依然可以用sease to be 因为B动词表示状态 用to do好一些 空洞的 用empty 口号 标语口号 可以用slogan 这样一个词汇 咱们试试看 那么爱国主义 我们可以大声读一下 patriotism patriotism 那么有人也把它动成 patriotism 也行 我们发意也行 pat 都行 patriotism也可以 咱们说说看 怎么说 there are instances when 因为有些嘛 就不是很少了 whenpatriotism seases to be an empty slogan 就是我们在有些情况下 我们国家碰到危难的时候 光谈爱国就不行了 不是口号 而是行动 但是有些情况下 我们 there are instances when 如果在个别情况下 偶然的呢 那就 there are rare instances when 就好了 看你加不加 在这个时候 把instances 也可以 times there are times when 这个也可以 好 这个句子我们看到这儿 下面看下一句话 下一句话比较复杂 它说 reward or punishment are meted out quite independent of human interference 这个句子我们先做到 句子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是句子主干结构 说奖励或者惩罚被给予了 或者被施予了 什么呢 几乎完全独立于人类的干涉 就不用人来掺和 他自己就会做这个事 后面这个黄言词的quite independent of human interference 明显是一个非位动词 在这做壮业 非位动词可以看到前面 省掉了being being quite independent of 因为咱们在第九课就讲过 be independent of 就是独立于什么 不依赖于什么 这个be动词 换成being是非位动词 但李老师说过 在非位于和独立主格里面 如果出现being这个词的话 being一般可以去掉 在这去掉being呢 更简洁一些 依然是非位动词当状语 这个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看看这个 reward or punishment are mentioned out 我们先看看这个are这个词 很多东西可能有疑问 说老师 我们中学和大学的 英语老师说过 这个are 如果连接两个名词 它做主语 其后的位于动词呢 应该用究竟原则 就是那个 跟他离得比较近的 用单数 位于弄单数 跟他离得比较近的 这个词是负数 那就用负数 但本文中punishment 在这你看 是个不可数名词啊 那为什么后面叫are呢 为什么不加这个is呢 我们先看一看 大家说的对 确实一般用are 连接的两个名词的时候 它做主语 后面的位于 应该用究竟原则 就跟他比较近的名词 跟他统一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看这句话 a man or a woman is waiting in the room 有一个男的 或者一个女的 我不知道性别 我拿不准 反正有个人 在房间里等你呢 在房间正等着呢 那个a man or a woman 你看这后面 情况是两个词作主语 但这个are呢 连接了 所以后面这种is 而不能用are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 不可能既是男人 又是女人嘛 他就一个人 不是两个人 在这当然一个is是对的 但是本文中 为什么这个or 后面用are呢 是不是新概念错了呢 新概念英语 是不可能错的 这个本文中 是个特殊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本文中 这个奖励和惩罚 确实都被施语了 这两个东西是都有的 但是同一个人 不可能既受到奖励 又受到惩罚 这同一个人里面 两个都有一个 但这两个东西 确实是都被施语了 两个东西都存在 只不过由于同一个人 不可能两个东西 同时都得到 所以中间or连结 但是依然主语是 复述的含义 因为奖励和惩罚 都给出去了 而这个人 他不可能是两个人 这房间里就一个人 所以他只能用单数 所以这个or的旧经原则 讲的时候 也不能讲得太机械 有的时候 它确实 两个东西都算得内 像本文中 就是特殊情况 然后看到后面这个 meat out meat out是一个比较文言的 一个书面语 咱们看一些例子 先看解释 meat something out 或者meat out something 我们又一次看到这个箭头 两个方向箭头 表示这个 something跟out 这两个字之间 能够兑换位置 如果something很短 可以放到前面去 如果太长 可以放到out 后面去 说明这个out 不是借词 是个副词 如果借词的话 宾语必须放到借词后了 但是副词的话 这宾语的位置就灵活了 如果施语了某人 我们可以加to somebody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give 或admister punishment reward 然后就给予 那么admister 就是施语了 给了 把惩罚或奖励 给予某人 或给予 或加于奖 或加于承 等等等等 都行 但这个词跟惩罚 更常见一些 我们看例子 he felt he had a right to meet out physical punishment to the children 他觉得 他自己有权利 对这家孩子 施以身体上的惩罚 physical 不一定是物理的 可以变成身体上的 就是对孩子 进行体罚 physical punishment 他觉得他有权利 施以体罚 加于体罚 用meat out 这是对的 可以换成give 或admister 都可以 就是施语给予 再比如说 judges are meeting out increasingly harsh sentences for card theft 这个也是 施语给予了 也是惩罚 现在的侦旨 法官们 是怎么样呢 正在给予 越来越严重的 这个判刑 就对于偷车行为 越来越严重的 这个判决 这个sentence 我们在第22课词书中讲过 做动词 做名词 都可以表示判决 判法 给予更越来越严重的判决 判诸 五年努力通修 六年 判十年 越判越严重 给予施语 好 本文中还有一个 quite independent of human interference 这当然是来自于 be independent of 就独立于什么 不依赖于什么 当然我们记住 如果依赖的呢 是be dependent 后面就不能叫off了 dependent依赖的 后面的叫on 或者叫upon on 或upon 这个upon 但independent后面叫off 我们复习 这个后面叫off 是在第九课的讲过 我们看个简单例子 we need a central bank that is indep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央行 什么央行呢 独立于政府的央行 就是政府的官员不能够干预 央行的决策 独立于 不受它控制 be independent of 独立于 不依赖于什么 可以用它 那本文中呢 在这儿是用一个非为动词 它前面加一个quite quite在这儿 咱们早就说 我可以表示完全 完全独立于 就是在完全没有什么什么情况下 独自怎么怎么样 这个结构直接可以做中意 前面可以看到省略了 那个being being quite independent of 在完全没有什么什么的情况下 独自如何如何 这个指人指事物都可以 quite independent of something 或者somebody 在完全没有某人某物的 什么什么情况下 独自去做模式 在前面那个being 可以看到被省略了 做装语 咱们造几个句子 计算机 可以在完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 发现潜在问题 并将其解决 全自动了 用不了这个人去操作了 完全独立于这个人 人的干预 就human interference 还用本文中搭配 咱们看该怎么说 计算机computers can 发现 find out potential problems and solve them 并且解决他们 怎么样呢 quite independent of human interference 我们看挺好 这个计算机 当然先别看小人 咱们先看这句子 计算机can find out potential problems 发现人的 and solve them 解决他们 怎么样呢 quite independent of human interference 完全没有人类的干预的时候 计算机可以独自的完成这事 可以用它 这是指计算机指示物 指人也行啊 我们看例子 再换一个句子 这个小男孩 在完全没有父母亲帮助的情况下 独立完成了这个拼图游戏 拼图游戏 在未来 我们46回会碰到 叫jigsaw puzzle jigsaw puzzle 这小男孩在三四岁 智商特特别高 爸妈没有帮忙 父母亲的帮助 叫his parents assistance 或者help help 不过正是用assistance 看怎么说 the little boy 这小男孩怎么样呢 finished the jigsaw puzzle 完成了这拼图游戏 怎么样 quite independent of his parents assistance 你看依然是在没有什么什么的情况下 没有父母亲帮助的情况下 独立于妇女的帮助 他独自完成了这个事 这个quite independent of 注意下 直接在作文中 可以把它当作壮语来用 这个答配不错 可以把它记住 好 这个句子看到这 我们看下面一句话 就是我们第二段的最后一句 他说 at such times 第二段的到手第二句话 at such times justice acts like a living force 他说在这些时候啊 这个正义表现得好像是 活得有生命的力量一样 正义本来是出现概念 这时候像人一样 他有自己主观的意志力 可以惩罚坏蛋 这个act就是behave 表示行为举止 like or sound living是活得有生命的 living当定语来用 一般比较常见 比如说 he is a living proof of the wonders of modern medicine 他是当代医学奇迹的一个 活生生的证据 在古代这个人必死无疑了 但在当代科学的帮助之下 这个人竟然活过来了 他是我们当代医学奇迹的一个 活生生的例子 living proof 这个living不是进行时 而是个形容词 活的 活着的 没有死掉的 好 下面说 when we use a phrase like it serves him right we are in part admitting that a certain set of circumstances enable justice to act of its own accord 这个句子稍微长一些 我们先做一下语法成分的分析 豆豪之前 这个黄颜色的 这明显是一个时间状语充句 他说当我们使用这样一个短语 一个短句子 这个phrase 可别是短语短句 一个固定搭配 后面 like is 13th right 这明显是借次短语来修持这个短语来 短语是什么呢 比如像 他最有应得这个小短语的时候 白颜色是句子主干 we are in part unmitting that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在承认 这个in part 划横线的部分是插入语 就在某种程度上不分离 并不是完全的 我们某种程度上在承认什么呢 后面黄颜色的 这个net开始到句末 这个协定字明显是宾语从句 所unmitting的宾语 承认什么呢 某一些特定的外界的条件环境 怎么样 使得正义 按照自己的意志 主动自愿的发挥作用了 我们在词语中讲过 of one's own accord 就是主动的自愿的 按照自己的意识 发挥作用了 好 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搭配 叫it serves him right 叫做他最有应得 这个最有应得是个常见表达 我们经常说 你活该 你就有自取 你最有应得 你自己找的 你作俭自负 你自取其辱 中文表达这么多 英语也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就看看 你最有应得 你活该 可以怎么说 像本文中的可以说 it serves you right 你纯粹是活该 这个后果给你服务的太对了 也就是你最有应得 实在是应该获得的结果 还可以用 you deserve it 你完全值得的结果 你活该 这个表达也很多 或者说 you got what you deserve 你得到了 你值得这个结果 但一般都是倒霉事的 倒霉的事 活该吗 you are asking for it 这纯粹你自着的 可以用它 还可以有一个比较复杂的 as you made your bet now you have to line on it 这是个完整的句子 我们看 一 二 三 四 五 这几个搭配都行 这几个搭配都行 都类似于 你旧有自取 罪有应得 自取其辱 等等等等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跟老师来一遍 it serves you right you deserve it you got what you deserve you are asking for it 最后一个比较长一点 as you made your bet now you have to line on it 注意这个 made your bet made your 我们讲过的 跟耶 碰到一个变成 major major bet 有这么一个音变 lie on it 本来 lie on it on it on it 中间连读 最后这个t 失去爆破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s you made your bet now you have to line on it 好了 这都可以表示 你秋由自取 最有应得活该 这个含义 那么再往后看 we are 我们其实就是在怎么呢 in part 在某种程度上 是怎么怎么 这个in part 是写作中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短语 而且由part 构成的习语特别重要 咱们看几个 先看本文中的in part in part 相当于partly 或者to some degree 这个大家最熟悉了 在某种程度上 或者部分地如何 我们看一些例子 先看一个简单句子 the accident was due in part to the bad weather 这个事故 在某种程度上 或者部分原因 是因为天气不好 we do to 不是英文 do in part to 就是部分 是因为天气不好 我们再看一些 真题的句子 看一篇六集 大学英语六集考试 阅读真题 public distrust of scientists stems in part from the boring of boundaries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tween discovery and manufacture distrust就不信任了 老百姓的 对于科学家的不信任 stem from 还记得吗 来自于第29课 是发源于 起源于 来自于 我们当时说 一种幽默 并态幽默 来自于美国 这不是讲过stem from stem不是静吗 实物的静吗 从这长出来 名词动用了 部分是来源于 或者某种程度上 是由于什么呢 是由于这个界线的模糊 blur看不清楚了 boring当名词了 boundary表示边界界线 这个单数字 I也去掉之后 换成字母Y 什么边界呢 科学和技术 发现和制造之间 边界的模糊 放在一块呢 老百姓对科学家的不信任 部分是源自于 那么科学和技术 发现和制造之间 边界的模糊 这是六级身体 再看另外一个六级阅读身体 咱们当阅读练习 blacks have significantly shorter lifespans in part due to racism in the house establishment blacks 总名词是黑人了 黑人有显著的 短得多的生命周期 这个lifespans 表示整个寿命了 这个span 我们在第十七个 最长的吊桥讲过 本来可以表现时间的跨度 lifespans叫寿命 黑人的寿命 要显著的短得多 部分原因是因为呢 在保健机构里边 卫生机构里边 它的种族歧视 racism 种族歧视 in part due to 我们看刚才也能说成 do in part due 可见这in part位置是灵活的 对吧 这真题中出现 肯定地道了 这都没问题 establish表示机构 注意不可属名词 这个词表示机构不可属 不能加词 卫生保健机构里边的种族歧视 这是部分原因 但可能有自身的 什么基因的原因 这可能也有 这部分是由于什么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搭配 还有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搭配 野兽part构成的 举一反三的 咱们不妨同时去读 就for once part 什么意思呢 对某人来说 for once part 对于某人来说 咱们看看简单的例子 for my part I prefer to live in a city 对我来说 我更愿意住在城里边 注意这for once part 就是对某人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高频的 用的非常多的一个搭配 但是咱们记住 这个part这个词 没有担负出变化 如果对他们来说 不能说for their parts 依然是for their part 还是单数 这个part没有担负出变化 对某人来说 还有一个 咱们的阅读真题中 出的特别多的 熟了之后 咱们写作可以用的 叫on the part 或on one's part 什么意思呢 表示前面这个事 是谁做的 动作的发出者是谁 前面的事情 是谁来做的 这是个书面语 非常文气 如果这个人或事情很长 可以放到后面 如果是个代词 可以变成鼠格 放在中间 我们看例子 It was a mistake on my part 这是我犯的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我做的 是我犯的错 on my part 而不是on the part of me 因为这代词太短了 变成鼠格 放在中间 但是看这个句子 It was a mistake on the part of the authorities 这是政府当局 翻译的一个错 the authorities 在三十个幽灵之死 老实讲过 是政府当局管理部门 这是个名词端语 放在这个后面就行了 你看 这是由谁来做的 动作发出者是谁 同样我们再看一篇 考研英语的阅读真题 It was not a matter of choice for the traveler or merely a charitable impulse on the part of the settlers 这谈到早期 美国西部拓荒的时候 这个事 这并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选择的事 a matter of 就是什么什么的问题 什么的事 是什么呢 是那些旅行者的选择的事 或选择的问题 或仅仅是那些 在西部这个殖民的人 他们一时的慈善的冲动 charitable 叫慈善的仁慈的 不仅跑着冲动 谁的慈善冲动 就是那些到西部去拓荒的人 一开始定居到 这个西部的人 就殖民者 他们一时的这个冲动 慈善冲动 这反映出了 reflected the harshness of daily life 反映出了 当时日常生活的艰难 的困惑 的艰辛 harseness 为什么呢 If you didn't take in this stranger and take care of him 如果你要是不收容 这个陌生人住在你家 并且照料他们的话 take in 是多意的搭配 take in 可以表示欺骗某人 I was taken in 我被骗了 但也可以表示 收容某人住在家里边 这里显然的是这个意思 收容陌生人住在家 并且照顾他们 there were no one else would who would 没有其他人能做这个事 and some they remember you might be in the same situation 并且有朝一日 请记住 你将处在相同的处境 你再往西门再走的话 你又变成了traveler 而当地人呢 可能也不愿收容你了 这就麻烦了 所以收容陌生人在家里住 是当地一个习俗 and a part表示 前面这事是谁做的 谁的慈善冲动呢 是settler 他们的慈善冲动 and a part表示 这前面这个事情 动作发出者到底是谁 好 这是我们记住三个part的工程大会 第一个in part表示 是某种程度上 第二个for one's part对某容颜 第三一个on the part的 或on one's part 的动作是谁做的 好 再回到剧中 他说我们再承认呢 sett表示一组一套 什么一批一群 这个就是这么某些 这个一套周围的环境 周围的状况怎么样呢 使得正义 按照自己的意识发挥行动 第一个搭配简单 enable something to do 咱们早就说过了 使某人能够做模式 第二个搭配词乎中也说过 of one's own accord 叫主动的自愿的 按照自己的意愿 这也是一个书面 也得表达 咱们再回顾 词乎中讲的 he enjoyed the army of his own accord 他主动自愿 按照自己意志力参军 而没有别人的帮助或强迫 第二段就介绍了 这个正义 可能一般都是人 我们伸张正义 但正义有的时候的自动 会发挥作用 这个一方面是给第三段 这个故事情节作为铺垫 二来也吊起了 这个读者的胃口 说这正义 它怎么会活了呢 它怎么会主动发挥行为呢 这是调动胃口 那迫使读者不得不读下去 第三段的精彩 这个段落 好 精彩的还在第三段 还有我们第二段 跟老师先学到这儿 这儿就能够造成为铺�的 这儿就能够造成为 autof of